《新华盛顿共识》 《新华盛顿共识》之下国力争于顶峰 而新华盛顿共识能够阻缓他国事的下行吗 美国的处境目前已经陷入到内外交困之中 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与中国有关吗 美国有可能最终调整他的霸权心态吗 如果有在什么情况下 视频天下关注天下 首先时关事件 时关事件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被称为美国未来政治之心的沙利文 4月27号在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了演讲 以重振美国经济领导的地位为题 针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国际经济政策 做了全面深入的检讨 并且也提出了要打造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 有评论就指出了说 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演讲 因为沙利文对于美国一向推崇的 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否定 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把美国从特朗普时期以来 众多具有争议性的政策 从理论的角度 给予了合理化 也进一步的对拜登政府前进的方向 还有中美关系的困境 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 那么这些年来呢 我们的节目也时不时的 会跟进美国的发展形势和问题 也是高度的关注中美关系 所面对的困境与挑战 那么对于沙利文这一篇全景式 并且具有所谓跨时代意义的重要演讲 石先生我想您一定会有一些 别具一格的分析观察和评论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沙利文这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媒体上经常看到 这个三年多以前 这个拜登刚刚上台的时候 他底下的会下的两位大将 哼哈二将了 就是一个叫布林肯国务卿 一个就是国安顾问沙利文 那么经过这几年来 我们仔细观察他们两个的表现 我个人的观察跟评价 我觉得布林肯的水平要差一点 沙利文呢 应该是稍胜一筹 那么也很奇怪也很好玩 这个你看啊 最近布林肯一直说 我希望能够到中国来访问 但始终没得成型半年多了 但这个中国的 这个中共外事办主任 王毅跟沙利文 却早在那个威尔纳就已经碰头 谈了八个小时了 是 确实啊 对于沙利文这个人 我们在时评天下当中的过去 也曾经多次提到他 那么对于他这一次的一个新的演讲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呢 这个在他演讲之前 他就把演讲的目的讲出来 他说我这篇演讲目的 就是要重振美国 在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那这个要怎么重振法呢 他基本的逻辑呢 首先就是反省了过去 就上个世纪下半夜 我们都很清楚 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那么沙利文也指出 这华盛顿共识很好 当时无论对美国 对全世界都带来更多的繁荣 但是到了新世纪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 他说不得不承认 这个过去的华盛顿共识 出现了很多才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沙利文认为 这个以前的华盛顿共识 曾经很出色过 但是现在呢 是越来越不行了 非常可惜 所以呢必须要有新的计划 和新的一些观念和做法 那么他认为的不行了 还有越来越 问题越来越多了 究竟指的是哪些方面 演讲里面他举了很多例子 但是我们可以归纳起来 大概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也许是最重要的 他说经过这些年来 可以看到 美国的工业的基础 已经被掏空了 这就是所谓的制造业 空洞化的意思 这我想我们大家都看到很清楚 美国心里面很着急 是吧 第二个 他是在全球化之下 那么要求的资源优化配置 这资源优化配置呢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使到 有很多很重要的产业 包括科技 包括产业链或者科技链 集中到向中国这些国家去了 这让就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幅提高 这对美国的地缘安全 或者是政治安全处在不利的情况 第三个是对气候变化 或者清洁能源 这些很重要的课题 推动起来越来越吃力 最后一个 贫富差距显然是越来越大 这个对民主政治 会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确实 沙利文提出的这些方面 也都是美国发展 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难题 问题 尤其是前两个 那么他给出的对策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新华政共识 他提了很多很多的概念 就是旧的我不提了 我提了很多概念 但是我把旧的帽子还是拿过来 这叫新华盛顿共识 旧的不行了 所以换个新的 那这个新华盛顿共识 它的内容和主张又是什么呢 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的 就是他们认为 过去华盛顿共识 特别强调的市场经济 政府少干预企业 这条他们现在承认 不一定完全对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主张 要对 他们认为重要的企业 他们认为重要的产业 他们认为重要的科技 政府应该给予补助 应该给予奖励 那么这个呢 坦白说就已经有点放弃了 他们过去很坚持的一些市场经济主张 而采取了过去 他们从来就不赞成的产业政策 这明显是从中国学去的 我们记得 应该很多人都记得 过去美国曾经多次批评中国 认为中国的做法是违反了自由经济的公平竞争 你讲的一点不错 我们记得前几年那个时候 拜登刚上台没有多久 就批评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 是吧 给中国施加了很多压力 有一段时间 在中国都好像不太愿意公开场合里面谈这个问题 但今天美国做一套 其实就跟中国那套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叫做失华之常以制华 所以说美国这种不惜自打嘴巴的做法 目的应该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来重建自己的制造业 来弥补这个制造业空洞吧 那么您认为美国能做得到吗 很难啊 为什么呢 因为冰冻三尺非欲之寒 那么现在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水平中已经非常低了 但是美国呢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还是想方设法的用这个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做 也因此他也知道 很吃力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拉拢一批这个盟友啊 要他们一起来加入啊 等于分摊他的一个困难程度 就变成一个小的一个朋友圈 来帮他度过这么一个挑战 所以说美国等于是把全球化的这个范围给缩小了 因为如果全部的全球化的话 美国会认为是中国占了便宜 所以呢 他很怕自己被孤立 因此呢 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朋友圈 对 所以我最近不常提出一个概念叫半球化嘛 两个半球化嘛 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化 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半球化 这就相当于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化 所以这是沙利文新华盛顿共识的第二个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就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摆明了 就脱钩 就他认为中国占了他很多便宜 所以我现在断理那个便宜的这个渠道 就脱钩 就要求美国的企业尽量少到中国去投资 要求美国在美中国的企业尽快的赶回来 然后把中国很多很需要的关键的一些什么 这个设备啊 技术啊什么 尽量的 不要这个卖到中国去 就叫这个脱钩 这个好像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你别说别的国家能不能配合 美国自己的企业能不能做得到也是一个问题 你讲的没错啊 所以美国很多企业现在还是往中国跑啊 所以美国自己去的 因为面子不太刮得下去 所以就 现在不叫脱钩了 现在叫什么 现在叫去风险 是吧 找个下台阶 是 所以美国和有西方国家就是 想要脱钩又脱不了钩 现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那么您说这个新华盛顿共识 四个方面还有是什么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叫做住小院高墙 就是说他把认为 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那些什么科技 什么技术了 牢牢拽在手里面 就是自己给他包围起来 绝对不让他迈到中国去 所以沙利文的这个新的华盛顿共识 除了第一条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之外 其他似乎都是直接和间接的针对中国了 这个针对性是非常的强了 好 我们现在了解了沙利文这个新华盛顿共识的内容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现在关系很紧张 这都事实 那紧张的原因呢 我们过去谈了很多 主要就是美国感觉到中国现在追他追的越来越紧 所以他现在感觉到有很大的焦虑感 不安 甚至于有这个害怕 那么但是呢 美国没搞清楚 为什么中国表现的会这么快 他也没搞清楚 为什么美国现在越来越吃力了 他没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 倒过头来 他只是看到中国很坏 拼命就对着中国打 甚至于在打中国的时候呢 压制中国的时候呢 还不惜牺牲或扭曲 他过去长期以来坚持的非常正确的那个市场经济原则 他都把它放弃 宁可牺牲这个 我还对付你中国 是 所以我们现在暂且先不谈他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但就这个新华盛顿共识的内容而言啊 您如何来评判他的效果 以及他真的能够像沙利文认为的一样 能够成功的推动吗 那么具体分析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效果不会太好 那么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反效果 就像当年特朗普对付中国的情况一样 那么就刚才我们讲 他提出四个方面的一些对策嘛 你看到第一条 第一条我觉得就很难做到嘛 他就要求他给很多企业补贴 比方说韩国的三星到美国去 台湾的台积链到美国去 我给你补贴是吧 但是这两家 起码我知道台积链做的很吃力 短期也许还可以应付一下 长期是很难做到的 再一个他拿了很多国家 包括德国 法国 日本 什么一起来加入他那个小圈 对不对 这个大前也是勉为其难嘛 都不太容易做的 至于第三条 第四条 明显针对中国的 那我就觉得讲句话 很实在的 他过于低估了中国的潜力 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是 所以您这么一分析 这个新华盛顿共识 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谈不上特别的严谨 但是沙利文他也算是 拜登身边一个 最倚重的谋士之一了 他为什么会提出 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从特朗普到拜登以来 美国采取了很多 跟过去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是违反市场 经济原则的一些很多政策 他想把它合理化 这个合理化的方式就是 首先就否定了过去华盛顿共识里面 特别强调的市场 他说那个东西不一定靠得住了 起码不一定完美了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政府要给介入了 所以把这套东西给它包装起来 还是用华盛顿共识的概念 叫做新华盛顿共识概念 当然他说没有那个忘情 那个华盛顿共识曾经带给美国过去那种 那种荣耀吧 所以还把这个名字带过来 但这么一搞啊 就从我这角度看 他有点亵渎 或者是一个过于糟蹋了 过去华盛顿共识给大家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跟形象 所以是有点对不起那个老的华盛顿共识的意思 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你看首先这个内容啊 跟以前的华盛顿共识啊 就不能相提并论 坦白讲从专业角度来讲 这些都很粗糙的 其实 连共识都未必能够形成嘛 以前的话 华盛顿共识 虽然不是全球的共识 起码有一种很多很多追随美国市场经济国家 愿意也跟着跑 那叫共识 可以说得过去 你说现在有共识吗 现在这个西方国家都很勉强 不一定有共识 连美国自己的企业都未必要战成这共识 这不有点 有点太过于勉强了 是吧 所以听您这么一分析 感觉沙利文的水平恐怕是被高估了 就连他也看不清 美国当今究竟问题在哪里 没错 那么美国的问题 尤其是深层次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美国有机会来改善它和中国 在博弈竞争当中 越来越处于不利的这个处境吗 而未来 中美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 有没有可能出现缓和呢 下一届继续分析 其论古今 面对中国的快速追赶 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焦虑感也是越来越强了 而作为美国总统最高智囊的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的主张 但是这样的概念呢 理论上还有推动上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展望前景 美国的处境有可能将会进一步的变糟 所以实验生很想听一听 您怎么来看中美关系 未来的一个竞争态势 还有美国真的会越来越不利吗 另外美国的问题 如果连沙利文都看不到的话 那究竟在哪里呢 分两个层次 就美国的问题呢 我就分两个层次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刚一再强调 今天中美关系紧张 是来自于美国感觉到一种焦虑感 就是中国在后面感越感越近越来感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换了我们是美国 我们可能也有这个心态 但是关键是 这个时候美国你应该看清楚 为什么中国会跑那么快 真正的去虚心的去了解 中国好在哪里 第二为什么我今天会被他赶那么吃力 我有没有什么问题 美国没有从这方去检讨 美国干脆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对中国 给他再打下去 那这样子不但是搞错对象 而且就像我们刚分析的 你还吃力不讨好 你还未必能够达到你目的 最后还把原本还过得去的中美关系 是吧 越搞越僵越搞越坏 所以这就来到了第二个层次 美国的问题可能出在美国本身 美国自己 那么他本身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倒跟沙利文一样的 问题还出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但是呢我看到的层次 跟他看到的层次不一样 问题都出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问题的角度层次不同 所以说您也认为是美国华盛顿共识 出了问题 但是您认为的问题和沙利文所说的问题 又不一样 是这样吗 照我们刚才的理解 沙利文他认为华盛顿共识的问题 是出在我认为是浅层次的问题 不是说不对 这个浅层次的问题就是政府 应该要对市场加以矫正 这个我也同意的 但是光是这层次不够的 美国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美国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都出在资本主义上面 是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 资本主义的野蛮扩张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 那么这样子的问题就一大堆了 我们接下来就会展开了 但是美国能不能自我 他没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过去把资本主义抬得太高了 而且把他抬到一个普世价值 不但是我自己 你们要跟着我跟着学 所以他把资本主义道德化了 所以他完全失去了一个 对资本主义自我反省跟纠正的一种能力 资本主义固然有它的优点 但其实也有它的缺点了 所以您怎么来看资本主义的问题呢 我觉得可以从对内对外 拿美国历史来讲 美国为什么我说资本主义 无需观众产生产生问题呢 它所有的一切政策 全部被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给影响给控制 几乎在每一个领域 比方说经济领域 科技领域 金融领域 然后军工企业集团 或者是这个枪支 乃至于媒体 娱乐 文化 全部都被资本利益集团控制了 包括美国的国会 所以你今天贫富杀军问题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要再说 你这个为什么产业会空洞化呢 因为你的金融集团 他认为这个产业对我 这个制造业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就留到国外去吧 对不对 然后美国的基础建设 为什么那么差呢 同样的 因为在财政资源分配上 资本利益集团 觉得这个东西呢 没什么无力可图 这个要很长期待 所以美国的问题 基本上都出来这个地方 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 难道美国的专家看不明白吗 美国的专家 我觉得问题出来这里 第一个 这个思想的包图 就像当时在邓小平 改开放的时候 不是叫大家要解放思想吗 这个很难 因为意识形态呢 是先入为主的 很根深蒂固的 美国也一样 他那个资本主义 他需要去调整很难 第二个 就算他了解了 这个问题所在 思想解放了 但是他背后 有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在那边 不允许他去改的 不让你改的 因为动到 动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 一个利益的嘛 磊弱了 是 这两条 估计连沙利文也跨不过去 所以您说 这是深层次的问题 对 那么您说 资本主义的问题 有对内 还有对外 又是什么问题 对外的话 你看看 美国现在为什么 一天到晚在外面打仗 这是为他的军工 资本利益集团服务 美国为什么 在外面掠夺资源 这是为他的能源 利益集团在服务 美国为什么 今天这边 搞一个金融危机 明天搞一个金融危机 来好别的国家的羊毛 这是为他 华尔街的金融集团 利益在服务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如何的受到 这种资本主义 无需扩张 野蛮扩张 无限扩张 之害 所以我们把对内和对外 这两个问题合起来 连沙利文也很难 他也只是看到了症状 但是看不到病原 所以很难对症下药 而他提出来的这个药方 竟然就是新华盛顿共识 对 就是我们前面 这个评论或者批评的 这个新华盛顿共识 能不能解决问题 先不谈 但是居然把原本 还不错的市场经济 全球化的那个东西 这个新华盛顿共识 是吧 另外还针对中国 不分青红账外 把这个本来原本 还不错的一个中美关系 现在搞得是越来越糟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遗憾 是 您上周节目当中也说过 就连基辛格也认为 说中美之间 有可能会有冲突 是 那么现在看起来 中美之间走向 那个冲突的可能性 就像那个 埃德森所提到的 75%的概率 我觉得已经逃不了 甚至可能更高了 所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目前很明显的是陷入到了 内外交困这么一个处境 我想这对美国自身 对于中国 对中美关系 乃至全世界都不是好事 所以石先生 您认为美国自己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首先呢 要丢掉它 过去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包袱 这非常重要 这又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美国 首先要反省 它那个资本主义问题 出在哪里了 这点非常重要 但这条就比较很困难嘛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看不出任何一点点 它有这种反省的 这种倾向 或者一种能力 是 美国总是在对方 尤其是在中国身上找问题 对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算是它有能力 丢掉思想意识的形态包袱 我还在退一步说 它都没办法进行改革 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特别讲的 既得利益的资本利益的 集团的力量太大了 大到它就算是知道 我必须要改了 你不想强制问题好不好 大家就说美国这个强制问题 必须要解决对不对 你能改吗 不可能 你要任何提出一个很坚决的改 说不定那个利益集团就找上你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好 美国的根本的道理在胜利 首先它那个最大的一个包袱 丢不掉 第二 它就算丢得掉 它还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的抗拒 使到它的改革动弹不得 是 您说美国必须要丢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包袱 这是第一个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改变 对它的对手的一个心态 或者立场 对手就是中国吧 他现在不看中国 他现在就是妖魔化中国 就因为中国感他越感越紧 他把中国看成是对手 看成是敌人 他完全已经失去了去认识 中国为什么会这么崛起的一个真正的道理 他完全没有这个心态 他如果能够认识一下中国到底为什么好 我觉得对他对中国的关系都可能会有所改善 但是相比之下这方面似乎会相对容易一些 也许是比那个思想意识形态包袱 相对容易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很难 难在哪里呢 因为他作为一个霸权 霸权做了一百年了 那个骄傲的心态根本就丢不了 所以他看到对手 从来不从这个对手可能有什么好处 优点那边去抓 比方说中国的现代化 对吧 我说中国是现代化 你总要看看 他凭什么为什么这么好 美国从来不看这条的 美国的一位就认为 你一之所以能什么 就是这样 就对付他 好 如果他能够做到的话 我觉得认识是好事 不但对他重新去认识资本主义 是不是有缺点 有好处 因为他看到中国 走另外一条路 也不错 那肯定我这条路是不是完美了 也要去认识 有好处 再一个更重要的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对手 可能也有对手的优点 这点好处以后 我相信有助于他去调整一个 比较更健康的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存在了 是 希望如此吧 今天学生您的分析 把美国国事为什么会持续下行 中美关系呢 为什么会日趋紧张 以及未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没有可能走上缓和之道 都分析的非常透彻 那么最后呢 再谈到美国霸权的霸权心态和骄傲感 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关键 美国究竟有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呢 稍后继续分析 听说新宇 今天时间上要讲什么话题呢 我觉得美国还是在做他上个世纪的美国梦 所以您想讲的是说 美国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自我调节 刚才我们说到的他的霸权和骄傲心态吗 我觉得很难 为什么呢 我觉得在可预见将来很难 为什么呢 这从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有关系 这个沙利文 大家就知道从美国人角度来讲 对他评价是蛮高的 把它看作是明日政治之心 然后他也针对当前美国的形势问题 也提出了一些想法跟对策 这都很好 那么但是你可以看他 从他提出来的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 这个内容看起来 以我从一个比较专业角度来看起来 水平一般般 甚至于还有很多是有问题的 那么特别是跟上个世纪 所谓的旧华盛顿共识来比的话 我觉得不能相提并论 甚至于连共识两个字都用得很勉强 这我们刚前面分析了嘛 但是沙尼文呢 很明显他就舍不得那个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概念 毕竟美国在上个世纪华盛顿共识提出来 或者在运作的时候 美国的国势是真真之上的 所以很容易让美国人 包括沙尼文 对那个时代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情 那么所以今天虽然我提出来一些对策 那这个对策跟上个世纪呢 有一部分还否定上个世纪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内容呢 也不见得高明到哪里去 从我角度来讲 但是他舍不得的是那个帽子 舍不得的是那个名词 所以硬是把那个华盛顿共识拿过来 按上一个叫新 对不对 然后这个新华盛顿共识呢 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心情上的一种 刚才讲 做一个旧的一个美国梦的感觉嘛 是吧 所以在您看来 美国这种心态的调整是绝无可能的吗 你要说绝无可能 在数学上 那当然不能这么说 也许有一点点也算是可能 那我说假设有一点点可能的话呢 应该是出在下面一个情况 举个例子 他现在美国的一种焦虑感不安感 是来自于中国在后面对他紧紧的直追 对吧 从过去30年到20年到10年到最近3年 美国感觉到越追越紧 一看后面他又有压力嘛 是吧 那比方说我是美国 你是中国 你在后面追 所以我心里面压力特别大 那么大概率 照这个趋势 有一天会追上嘛 那甚至有一天会超过嘛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 很难面对的 是 你能想象 他做了一百年的霸权 他今天如何能够接受 我三代人生下来就知道我是老大 我今天怎么会面对老二 这是一段非常难堪的过程 对他们来讲是情何以堪 但是毕竟要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那么等到这段时间终于过去了 假如不发生更灾难性的事情的话 终于过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可能会有一种心情 会思考到底问题出了哪里 到底中国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才会有一种比较理性的心情 去面对中国给他的一种压力 到了那一天 当然时间会过很久很久 也许中美关系终于有一天获得改善 他的霸权心态 也终于获得一种调整跟矫正 视频天下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天再会 再会